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听今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受到强烈冬季季后风的影响 今早我自己出门口的时候 都觉得天气真的挺冷的 首先提醒大家 强烈冬季后风讯号 寒冷天气警告 和红色货载欠警告 现在都是生效的 看回今早各区的最低气温 市区大概有12度左右 不过新界普遍地区 都比市区再低1至2度 今早除了比较冷之外 昨晚其实整晚都吹着 比较大的偏北风 在大风的情况之下 风寒效应会令人体感觉特别寒冷 所以提醒大家 今早出门口的时候 记住着着足够的保暖衣物 除了冷之外 如果我们看回各区的相对湿度 今早都是40%以下 天气就是非常干燥 接着可以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我们看到华南沿岸地区 除了一些中高云之外 其实整体来说 云量也是偏少的 我们预计日间的阳光都不错 接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计会是大致天晴 天气就会是非常干燥 日间的最高气温大概是15度 而早晚就会是天气寒冷的 风格方面就会是吹清净的偏北风 初时就会是吹强风 展望方面 如果我们看一些温度预报 就可以看到 支配着华南地区的冷空气 在未来这一两天 仍然会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看看展望方面 我们预测 明天早上天气也是寒冷的 而到周末期间 仍然是相当清凉 似乎一些保暖衣物 都要维持多几天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